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最近全世界的科学爱好者都被一个消息刷屏了 那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黑洞照片诞生了 有小朋友就问我说 说黑洞不是连光都吸得进去吗 为什么还能拍照片呢 黑洞照片两年前就拍了 为什么到现在才公布呢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我们为了介绍这个黑洞照片 首先我们先从望远镜的基本原理说起望远镜 可能我们小的时候家长都给买过一个望远镜 用来观察这个远处的东西 眼睛要想看到物体 我们需要两个条件 哪两个条件呢 第一个条件就是光强要够 光强要够 如果发的光太弱了 离我们特别远 我们就看不清了 对吧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 就是光线的角度要大 比如说吧 如果两个不同的点发出了光线的话 那么它们的光线会呈一定角度进入我们的眼睛 如果这个角度特别特别小 我们分辨不开 看起来就是一个点 如果角度比较大 我们才能分辨开 看出来是两个点 所以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遥远的星星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对吧 就是一个点没有形状 就是因为角度太小了 那么我们来画一个示意图 这是人的眼睛 有一根光线照射到人的眼睛里面 此时会在A点乘一个像 A有感光细胞 另外一根光线也经过人的瞳孔 然后照到了这个B点也会呈一个像 但大家注意 A和B这两个点它所成的像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点 而是一个光斑 这是因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在光线经过瞳孔的时候会发生演射现象 所以一根光线过来绝对不会成为一个点 而是变成了一个光斑 那这个光斑它有可能会交叠到一起 比如说如果这两个光斑叠成这个样子的 看起来连成一片了 那就有可能会分辨不出来 那么这个卡文地区实验室的主任锐利 第三代锐利男爵提出了一个判据 他说假如这两个光斑的中心就要距离X 是吧 这两个光斑的中心间距大于光斑的半径 它就是可以分辨的 这个我们就称之为锐利判据 就是说如果这两个光斑隔得比较远 我们就能分辨 锐利判据要求X必须大于半径R 这个X是两个圆形的间距 R是光斑的半径 在这种情况下它才是可分辨的 如果我们仔细推导的话 锐利判据经过计算 它的数学百达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想可分辨 那么这两个光线之间有一个夹角 这个夹角叫θ 这个θ角必须怎么着呢 必须大于一个数据叫1.22倍的λ除以d 这里面我们解释一下这λ是什么呢 这λ是光的波长 这个d是什么呢 d是这个孔径 这个是孔径 也就是说波长越长 你所需要的这个夹角就得越大 孔径越小你所需要的夹角越大 如果夹角小于这个值了 你是无法分辨这两个点的 因为它看起来光斑会重叠 对吧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人他对于多长的光最敏感呢 550nm 这个是绿光 人对这个光是最敏感的 那么人的这个孔径就是这个人的瞳孔 红膜这个孔径大概是多少呢 大概是5毫米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数据带进去的话 我们得出结论就是人眼可分辨的这个角度 会大于把这个数据带到这里边去 最后算出来的是1.34乘以10的-4次方弧度 也就大概是多少呢 大概是0.008度 也就是说人眼能够看到的光线夹角必须超过这个值 否则人的眼睛看成就是一个点了 那么我们要想看到远处的物体 我们就得提高人眼的这两种能力 一个是我们要让光强变得更强 收集更多的光线 第二个就是要让这个光线的角度变大 于是人们就发明了望远镜 要说望远镜咱们首先先从折射式望远镜说起 最早人们发明的望远镜都是折射式的 比如说伽利略就运用折射式望远镜去观察天体 伽利略的望远镜原理不复杂 它基本原理就是这样 它有一个凸透镜 有一个凸透镜 然后还有一个凹透镜 这个凸透镜和凹透镜是共焦点的 这个凸透镜的焦距F1比较大 凹透镜的焦距F2比较小 但它们的焦点是在一块 然后假如有一个光线 平行与主光轴入射 我们初中就学过 平行与主光轴入射的光线会怎么样 会汇聚于焦点 对吧 它就想往这个焦点照 但是还没等到焦点 它就被这个凹透镜给拦住了 对不对 凹透镜的作用是 如果延长线过焦点的光线会平行射出 所以它又会水平射出 这就实现了什么呢 实现了平行光 经过这么一个系统变成平行光 实现了光线的汇聚 光线本来是宽的 后来变窄了 进到你眼睛里了 所以增大了光强 不仅如此 假如你这个入射光线稍微弯一点 两个光线成角的话 你会发现出射光线的角度比入射光线要大 所以它实现了放大 而且这个放大率我们还可以算 其实就是这俩焦距之比 这个F1比F2就是它的放大率 伽利瑞当时用它发明的望远镜去观察天体 他发现了什么呢 发现了月球表面的凸凹 所以证明了宗教说月球是完美无瑕的 这句话是错的 他还发现了木星的卫星 这件事让宗教非常恼怒 因为宗教认为说所有的星球都是围绕地球转的 结果你发现有星球围绕木星转 你是不是跟我作对 对吧 就把它给抓起来了 除了伽利瑞以外 还有一个人就是跟他同时代的叫开普勒 这个开普勒就是开普勒三定律那个人 开普勒他也发明了自己的望远镜 开普勒是望远镜 它是两个图头镜 两个图头镜 两个图头镜 焦点在中间 它们也共焦点 左边有一个焦距F1 右边有个焦距F2 也是共焦点 这样一来平行光入射之后会汇聚于焦点 汇聚于焦点之后 经过焦点发出的光线 经过第二个图头镜又会变成平行光 你看你又实现了什么 一个宽范围的光线变成窄范围的光线 实现了光强的增大 同时如果入射光线有夹角的话 这个出射光线就叫更大 实现了角度的放大 这两种望远镜都是人们用的比较早期的望远镜 早期的望远镜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会有色差 就这个光线经过折射会有色差 模糊不清 后来人们想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色差消除呢 于是人们又发明了一种望远镜 叫反射式望远镜 反射式 我不用折射 用反射 比如说最早牛顿就发明了这个反射式望远镜 牛顿的望远镜原理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有一个反光面 然后让光线照到这个反光面上 照完了之后光线就往中间汇聚 按说应该汇聚到焦点上 但是还没等它汇聚到焦点的时候 牛顿就用一个45度的反光镜把它收到了 收了之后这个光线经过反光镜往上折 往上折 再经过一个凸头镜 它就又变成了平行光了 是吧 这样也可以实现光线的这个汇聚 同时还可以实现角度的放大 所以牛顿通过这种方法发明了自己的望远镜 现代的射电望远镜其实跟这个反射式望远镜的原理是差不太多的 好 但是这些个望远镜它都是光学望远镜 光学望远镜是工作在可见光的这个范围的 它是光学望远镜 它的工作的光是可见光 光学望远镜它是有它的问题的 什么问题呢 光学望远镜的问题在于 因为你是工作在可见光范围 它的波长很短 可见光的波长10的-7四方米这个量级 因为波长短 所以亦被大气进行散射 进大气的时候可见光就会被强烈的散射 所以你很难观察到清晰的图像 那怎么办呢 人们就想了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 你不是说有大气吗 大气把我散射了 对吧 我跑大气外边不就完了吗 所以人们就在外太空安了一个望远镜 这就是著名的哈勃望远镜 人们通过哈勃望远镜观察到很多很多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 是吧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方法 你说可见光波长短 我不用可见光行不行 我用红外或者微波 我用红外或者微波 用这种波 这种波它波长长 它就不容易被大气散射 可以直接照到地面上 对不对 于是人们把工作在这种范围内的望远镜 就称之为射电望远镜 但是射电望远镜的基本原理 其实跟这个反射之望远镜差不多 就是这个红外或者微波 被一个巨大无比的锅盖收集起来 收集起来之后 进入到一个镜头那 或者进入到一个什么分析仪器上 我们就能看见远处的星星了 那么现在给黑洞拍照片的其实也是射电望远镜 好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这次给黑洞拍照片的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就是基于射电望远镜的 它的名字叫做 慎长基线干涉技术 慎长基线干涉技术 这个技术叫VLBI 慎长基线干涉技术 说我们为什么要用全球很多个地方的望远镜 一起来看黑洞 为什么在一个地方就不行呢 这个跟射电望远镜的特点有关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如果我们想可分辨的话 要满足锐利判据 对不对 而对于射电望远镜来讲 射电望远镜的特点是 它的光的波长比较长 对吧 它的波长比较长 而且我们为了分辨很遥远的星球 我们要求它可分辨的角度θ必须要小 咱们来看这个公式 在波长很长的时候 要让θ很小 唯一的方法是什么 要让d尽量的什么 大一些 对吧 所以它的孔劲必须得非常大 孔劲d必须得大 比如说我们中国有一个特别大孔径的射电望远镜 就是那个fast 中国天眼 fast 在贵州 是吧 这个fast它的工作波长是0.1米左右 它的孔劲d达到了500米 这么大 它为什么要搞这么大呢 如果你这个孔径太小的话 你根据锐利判据你是没有办法分辨很小的角度的 那你为了看到很遥远的星球 对吧 看到它们的结构 你就必须得用一个很大孔径的 所以世界上各个地区都在建设大孔径的射电望远镜 那么如果我们想观测到黑洞的话 我们需要多大的一个射电望远镜呢 这个我们得算 比如说吧 我们现在观测两个黑洞 有一个黑洞是室女座 处女座的这个M827这个黑洞 这个黑洞大概有多大呢 它的这个尺寸大概是1000亿公里 1000亿公里 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孔径 但它们离我们也非常远 有5500万光年 5500万光年 这么远 到我们的眼睛 在这儿 这个时候这个很大尺寸的黑洞 到我们的眼睛就会有一个角度 那么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这个角度非常小 大概是多少呢 1.2乘10的-8次方度 这么小 你必须把这么小的一个角度给我分辨开 人的眼睛是没细的 对吧 人的眼睛最多只能分辨0.008度 人家是1.2乘10的-8次方度 那这么小的一个角度 你怎么去把它放大呢 要用射电望远镜 咱们来算一算 我们这个射电望远镜 它用的波长大概是1.3毫米 大概是1.3毫米 如果我们把这个角度带入到锐利盼区去算 你就会发现这个孔径地 它必须得大于8000公里 也就是说你得造一个8000公里 那么大的一个锅盖 你才能够把这个 是你做的中间这个黑洞给看清楚 对吧 但是你在地球上 地球的半径才6400公里 你怎么搞出个8000公里的望远镜呢 这就使用了这个技术了 就是VLBI技术 对吧 它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呢 这个做法VLBI它的做法就是 我们其实并不一定非得把地球上造出这么大的一个望远镜 比如说这个反射是望远镜 我们光在这两个地方反射 其他地方我可以擦掉 对不对 所以你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说我们在地球上不同的部位 这是个地球 我们在地球上不同的部位分布的放一些望远镜 然后让这个光线照射到这个望远镜上 然后我们这个望远镜把这光线给反射回来 反射到同样的一个地方 反射到同样一个地方 这些光线一反射 我们根据这些数据一处理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 它其实并不需要真的把这些光线反射到一个地方 而是它只要把这些数据记录下来 然后通过电脑去合成就可以了 那么为了保证同步 它们必须得有一个什么呀 得有个原子钟 对吧 它通过原子钟高精度的这个对齐时间 然后记录数据 记录数据之后用计算机去处理 这个技术就叫VLBI技术 那么人们利用VLBI技术最成功的意思就是这回了 我们观察黑洞 观察黑洞这件事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在2012年的时候 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大堆天文学家们开了个会 说我们要观察黑洞 怎么观察呢 就用这个VLBI技术 然后给这个计划起了个名字叫EHT EHT叫事件事件望远镜 就是把这些望远镜组合起来起了个名字 那么这个计划观察的目标有两个 一个就是银河系中心的那个黑洞 银河中心有一个黑洞 这个黑洞离我们比较近 但它也没有那么大 还有一个就是视女座那个M87 我们这次拍的照片就是这个M87的 它非常大 但它离我们很远 这两个黑洞看起来差不多大 看起来差不多 然后他们在什么时候开始观测的 就是在2017年 两年以前 2017年的4月 全世界八个地方的设定望远镜 同时对着这两个黑洞进行观测 连续记录了5天的时间 说为什么还要记录那么长时间 拍一下不就行了吗 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个望远镜它的这个光强不够 对吧 随着地球的自转它得多记录一些数据 地球一转那望远镜不就看起来更多了 对不对 每个望远镜的位置都会变 这样一来它就观测了5天 记录了5天的数据 这个数据量非常非常大 大概有多大的数据量呢 大概有10个PB 10个PB是什么 一个PB是1024T 1T是1024G 1G是1024兆 对吧 所以这个P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单位 这么多的数据我们用网线来传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有些观测站在南极 你知道吧 那地方没有网线 只能靠硬盘 南极那些硬盘往回运就等了好多个月 为什么呢 因为南极很多个月都是不能飞飞机的 所以他们等了很长时间 后来把这两个这些硬盘运到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德国的马克思普朗克设电所 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 然后在这些地方他们就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你要知道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为什么呢 就是首先就是说这数据量非常庞大 处理起来很困难 对吧 其次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其实并不知道黑洞是什么样子的 你要通过这些数据去勾画出黑洞的样子 这就好像有一个人他遭遇了歹徒 到了公安局 公安局的人问他说歹徒长什么样 我给你画个像 是不是 你要通过他描绘的这些东西来画个像 那么假如我们找一个人来画的话 那这个人就有可能往他自己心目中歹徒的样子去画 对吧 他觉得歹徒长这个样 他就画成这个样子 对吧 那我们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怎么办 我们就得找不同的团队 用不同的方法去还原这个数据 如果我们发现最后的数据是一样的 我们就说黑洞就长这样 如果说他们的数据不一样 结果不一样怎么办 重来 什么时候大家都统一了 什么时候黑洞就长这个样子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黑洞照片 是很多个团队一起做出来的 最后他们都统一认识就长这个样子 对吧 最后咱们还可以再说一下 就是关于这张黑洞照片 它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些信息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黑洞是什么 爱因斯坦告诉我们说这个大质量的天体 可以引起时空的扭曲 比如太阳就是大质量天体 它就会引起时空的扭曲 但是太阳对空间和时间的扭曲程度不大 是吧 不大 所以地球可以在太阳的旁边一圈一圈转 如果有一个光一个物体以光速运动 那它可以不管在什么位置 它都可以逃离太阳 是吧 因为太阳的这个眼力视景不够深 但是如果是黑洞的话 这就不一样了 黑洞就说明它的眼力视景非常的深 于是黑洞会出现一个边界 这个边界叫世界 叫世界 出现一个世界 如果这个光中间这个点叫起点 起点就是视景最深的那个点 密度无穷大的点 如果要是光在这个世界外边 它还是可以跑掉的 因为光速比较大 就好像我们那个小球 小球有点速度 就可以从这个山坑里边跑出来了 是吧 就是可以跑掉 但是如果这个光是在世界里边 它是绝对不可能再回去的 因为它速度就算拿到光速它也出不去 它只能往中间的起点里掉 最后就掉进去了 是吧 所以一切进了世界的东西 它都不可能再出来 包括光在内 那有人就要问了 说这个黑洞的所有的东西 都已经进到起点里边去了 我们不就看不见黑洞了吗 没关系 它世界外边还有些东西 就比如说我们昨天看到的这个黑洞 大概长这个样子 中间其实就是一个起点 但是这个起点我们是看不见的 它是黑的 它是黑的 起点附近有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里边我们也什么都看不见 但是外边有一个圆形的光这个亮斑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因为起点会对周围的恒星有引力 于是恒星的一些物质就会被吸引到起点附近 绕着这个起点这个转 所以这些物质就可以被我们所观测到 它其实没有进入世界 它是在世界外边 对不对 为什么会发光呢 因为恒星过来的时候它引力做正攻 这些物质势势能会下降 势能一下降它动能会增长 这些物质相互之间碰撞动能一增长了 我们知道温度是衡量物体杂乱无章运动程度的一个标志 它温度就会上升 它温度一上升那它不就辐射了吗 对不对 这就是它辐射的这个来源 所以这个光就被我们观测到了 而且因为这个黑洞在旋转 所以我们会发现如果它这个物质离我们越来越近 当然这种情况我们会发现光发的频率比较高 这就叫多普勒效应 如果离我们越来越远离的话 这么转离我们远离的话 那这个频率就比较低 这叫多普勒效应 所以我们看那张照片是有地方亮有地方不亮的 实际上亮不亮都是人微处理过的 因为它是在这个微波红外的这个区域人眼是看不见的 那个颜色都是我们加上去的 另外这M827还有一个特点 就会产生喷流 就有一些物质会在中间喷出来 形成一个喷流 这个喷流非常非常大 大概长度有几千光年 这么大的喷流里边全都是等离子体 那我们那张照片我们为什么没有看见 那是因为我们是集中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所以看不见喷流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角度调大一点 我们就会发现两边有很长的这个喷流了 喷流其实我们照片已经拍过了 就是那个哈勃望远镜就曾经帮我们拍过 这就是黑洞照片的一些特点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说 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去研究这个东西 这是因为我们要验证一个很重要的物理结论 那就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我们依靠太阳已经验证了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一些结论 比如说光线经过这个太阳之后它会弯曲 是吧 但是这是在弱引力场中的 在强引力场 比如黑洞这种情况下 爱因斯坦相对论还成立不成立呢 我们不知道 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了 通过拍了这张照片 进一步证实了爱因斯坦是对的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西瓜视频和YouTube帐号李永乐老师里关注我